今天上午,日本奥委会突然宣布 与生结弦将在日本时间2月14号晚上18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此,有网友纷纷猜测,与生结弦有可能宣布退役 需要强调的是,据与生结弦回应 JOC日本奥委会的邮件中指出 新闻发布会是由于难以回应对与生选手的大量个人采访申请而设置 与生选择没有特别公告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新闻发布会仅为回答提问 希望媒体停止这一方面的猜测 在前两天的北京冬奥会男子单人滑的比赛中 两届冬奥会男单金牌得主 与生结弦史无前例地挑战4A,阿克赛尔四周条 可惜的是,落冰时重心没有控制好,摔倒在了冰面上 表演结束后,与生结弦向赛场四周的观众鞠躬致血 离场时,又向冰面神身鞠躬并深情抚摸冰面 赛后,全世界的媒体都涌向了混合采访区 与生结弦用了大约两个小时 才走完了其实并不太长的混彩区之路 面对相熟的日本媒体 与生结弦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背过身去,靠在了墙上 半分钟,当他转过身来 再次面对媒体的时候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我真的拼尽全力努力了 这可能是没有回报的努力 但这次,我全力以赴地去拼了 与生结弦的第三次冬奥会之旅 以无缘领奖台结束 他最终排名男子单人华第4名 日本奥委会并没有透露 与生结弦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主题 这位27岁的极富传奇色彩的花花名将 到底要在明夜宣布什么消息 成了大家十分关心的内容 不过,据与生结弦回应 JOC日本奥委会的邮件中指出 新闻发布会是由于难以回应 对与生选手的大量个人采访申请而设置 与生选手没有特别公告 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新闻发布会仅为回答提问 希望媒体停止这一方面的猜测 另据消息 北京冬奥会已经邀请与生结弦 参加2月20号的花花表演赛 不过,在男子单人华自由华的赛前训练时 与生结弦扭伤了右脚脚踝 他是打着封闭出战的自由华 与生结弦是否会接受邀请参加表演赛 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消息 与生结弦挑战4A到底有没有被认定 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该项目的冠军 与生结弦在本届冬奥会上 挑战花华节的最高难度4A动作 赛后,关于与生结弦是否完成了该动作 有没有被认证也是一度引起热议 11号,国际华冰联合会ISU 发布了一封关于国际华联 是否对与生结弦的阿克赛尔四周跳 进行了史上首次认证的邮件 邮件写道 根据裁判的详细评分 该跳的旋转度不足 因此未获认证 北京冬奥会男子丹仁华自由项目结束后 在裁判打分表上 与生结弦的第一个动作被标注为4A小于号 根据国际华冰联盟2254号公共评分标准 如果出现4A两个小于号字样 则代表降级 也就是直接降为3A 但是4A一个小于号 则表示动作是4A 但不足周 不能被认定为成功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 与生的这个动作确实是4A 而没有被降组到3A 不过是因为周数不足 不能被认证 换个说法就是 与生这个动作被认定为4A 但是没能认证成功 就这个动作而言 与生结弦的旋转周数尚有不足 落地未能站稳 尽管如此 这也是他距离完成该动作 最接近的一次了